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随着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也爱上了中国年 近日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特地安排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春节文化活动 写符字 剪纸 编中国节 让外籍的教职工们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这一天晚上七点半 广乙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正忙着用中国节 剪纸来装扮客室 来自以色列的教师苏珊提前来到会场 这是苏珊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 她特地穿了一身红衣服来参加活动 写符字斗方是春节的传统民族 同学们将写好的各式各样的符字 挂起来 痴迷于中国文化的苏珊也开始学写符字 在大家的指导下 苏珊认真的沾默 运笔 写出自己的第一符《符字斗方》 剪纸也是春节的一项文化活动 来自加拿大的教师康尼在家乡的时候就喜欢用纸张剪雪花 教室里的中国剪纸展示深深吸引了她 她拿起红纸和剪刀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 来自日本的教师福本奈旭则对中国节情有独钟 在大家的帮助下 她很快掌握了编织的窍门 活动中广乙理工学院的学生们还精心制作了一个课件 开设小课堂 向外籍教职工讲解中国春节习俗 从年寿鞭炮到饺子汤圆 新鲜有趣的中国年让外国老师们大开眼界 就希望通过以后他们看到这些赠品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我非常感谢它 它是一个美丽的专业 在GT上我们祝福了一个美丽的集团 今天是有趣的吗 你喜欢吃鲜鲜吗 是有趣的 他们可以说一些东西的东西 你喜欢吃鲜鲜吗 你好 你好 你喜欢吃鲜鲜吗 谢谢 你喜欢吃鲜鲜吗 她喜欢这些 中国人吗 她喜欢这些 好的 我们有每一种机会 学习了一点点多多中国 我们喜欢吃鲜鲜 好一些东西 我们要享受到新年务 这种肠价 很若稳 明天有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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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貞